正在行車 為什麼要行車呢 因為我想做一個實驗 羅志強前進抖音展開100萬粉絲 選桃園市長行動 PO出影片要證明自己很強 不是黨中央口中的弱者 每一個人都認為我最好 每一個人都認為我最強 但是抱歉 我縣市長怎麼比比一位 一改前兩天不回應的態度 朱立倫強調黨主席就是要無私無我 不可能讓每一位想選的人都滿意 都是羅志強先下手 請一天上網路節目 公開跟朱立倫之間的對話內容 沒有說於死亡破 主席是說黃偉翰說於死亡破 你要於死亡破嗎 所以中間的差別就是 到底是主席直接講的 還是他引述了偉翰哥講的 那我就跟大家講 我昨天懷疑很簡單 我跟主席談話裡面 沒有黃偉翰三個字 就這麼簡單 那有沒有某名嘴 某主持人什麼什麼的 沒有沒有 主席就是用那四個字就這麼簡單 但是我們不可能跟他講假話 我們一定講真話 今天在這個戰場沒有辦法 也許在別的戰場 不管是在別的戰場為黨打丁 或者是輔選 大家就是一個團隊 羅志強朱立倫公開撕破臉 好關係回不去 而且據了解 陶原市長黨中 讓人以協調方式 現在勸勁羅志強選高雄的聲音不斷 人家歡迎的地方 去的話就是強將 那今天能夠 歡迎的地方 能夠願意去為黨打戰 這個都是很好的事情 如果不歡迎的地方 跟人家強爭強戰 那不是好事 國民黨中央是不是有可能退一步 也就是說把所有要參選桃園市長的人 都納入考量 然後規劃兩個月之內 這些人去深耕地方 深耕桃園的每一寸的一個土地 然後在後一個月的時候 去進行所有想要參選人的 電視或者是直播的一個政見辯論會 黨內部隊含要團結要慎選 但如今看來淪為意氣之爭 與此枉破後 要怎麼補破枉成了最大難題 歡迎收看從今 另外一位太報道 請訂閱按讚 分享環宇新聞的YouTube頻道 並且要開啟小鈴鐺 只掌握全球時事與最新趨勢